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礼拜前才有两个被 一个涉及IMB 对不对 一个涉及南部那个光电88枪 那今天上午这个郑鸿辉 郑鸿辉是什么来头 怎么可以当神脑的董事长啊 神脑多大的公司啊 中华电信投资的子公司 这么大的公司 为什么给他干董事长 为什么 我告诉你 林志坚当选两届的新竹市长 没有当完 要跑去桃园选的时候 林志坚认为说 他的副手沈慧宏 是最好的 参选人选 可以接替他 因为他五星级嘛 那郑鸿辉呢 郑鸿辉说我干了20年议员 我地方的实力这么雄厚 我部署这么久 所以我要选 那 沈慧宏 没有像我这样经营啊 他只干副市长啊 对不对 所以僵持不下的时候 林志坚的师傅 就是民进党大党编 柯建明 柯建明也去欠郑鸿辉 因为柯建明在这边 当了30年的立委 他说你让沈慧宏选啊 形象比较清新啊 郑鸿辉说我部署这么久 怎么可以让他选 然后 他不愿意退 后来 后来柯建明就去找蔡英文 跟他讲 你直接跟郑鸿辉讲 叫他退了 后来 蔡英文直接跟郑鸿辉讲 说我这边我觉得沈慧宏比较好 那这样我们可以把新竹跟桃源都拿下来的 林志坚可以打败张善政 那时候的规划是这样 那郑鸿辉被蔡英文讲了 他同意退 酬庸是什么 酬庸就是中华电信的子公司 神脑国际 神脑是很大的公司啊 各位 神脑这家公司不得了 对不对 他当董事长 他懂什么 这就是酬庸 各位知道 做民进党就有这个好处啊 在台湾当民进党多快乐啊 在台湾当坏人最好 又没有死刑 对不对 大家看嘛 三个总统候选人 赖清德跟柯文哲都是不要死刑的 在台湾当坏人真好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了这种情况 郑鸿辉干这个位置 他如果今天不是逃出他的大老二的话 他早就 早就在这个位置里面不想要搞多少东西了 各位 但是我讲 有时候你在看 游淑会今天把他讲出来 其实这个已经非常久了 那今天当事人 讲的很好笑啊 他说他绝对没有怎么样怎么样 听得真好笑 郑鸿辉那时候本来还要去左右苗栗的选举 你知道吗 他要去左右苗栗 他希望说要不然给我去苗栗选 因为苗栗国民党有 有两个人 一个就是 议长中东井国民党不提名他 因为苗栗跟新竹隔壁嘛 那另外国民党要提名 水利会的 那如果你提名了他 国民党就分类 所以他的机会也很大 他认为说那新竹市不给我想 干脆给我去苗栗选 那民进党认为说不行 我们要应用国民党的分类 这一次可以让我们的人当选 所以这场选战 在新竹市或者苗栗县 去年的选战最精彩了 两大党都没有当选 新竹给高宏恩当选 苗栗 给五党籍的 中东井当选 他这个背景 让很多人 他们下去操作 参与这样的选战 认为说这样的背景可以让 郭台银也可以当选 各位知道 郭台银为什么性质这么龙 因为这些操盘的人 让高宏恩当选 让中东井当选 这些人能力很强啊 打破两大党 所以这批人可以用 所以他用了这批人 参加国民党的征召大赛 结果输了 那因为这批人里面 有很多人我是认识的 所以你看到郭台银现在不死心啊 因为这批人很多人来讲 你不要死心 郭台银现在我们把它操作到 他民调很低 不 侯友宜我们把它操作到 民调很低 你就有机会被换 换活就是你 郭台银傻傻的 好高兴哦 都听进去了 那当然啊 大家对郭台银最大的兴趣 就是他有钱嘛 但郭台银有钱 其实是很小气 柯文哲前天接受访问 他就说 他从来没有老过 郭台银一毛钱 怎么样怎么样 就讲的斩钉截铁 怎么样怎么样 好好笑 我告诉各位一个真相 郭台银每天讲 他跟国民党都密切都怎么样 国民党没有任何一个民意代表 哪个郭台银一毛钱 郭台银大概 柯文哲大概难以想象啊 他自己觉得他没有拿人家钱 很了不起 柯文哲最爱钱 对不对 柯文哲最爱钱 他过去一直扒着 郭台银他认为郭台银会有钱 郭台银不会给钱啊 有钱是一回事啊 国民党我至少问过五个五十个人 立委或议员跟郭台银有些交情的 我说你嫌疾他们有没有 他有没有赞助过你 从来没有一毛钱 各位我很展睛节铁讲 包括跟他非常亲密非常熟的 我想说你嫌疾他不会赞助你 没有 从来没有一毛钱 他都懂给我给你保证 郭台银没有监助过 一毛钱给任何一个 一个货险人啊 他只是曾经 他妈妈曾经借给国民党四千五百万发薪水 因为党产被动了嘛 那国民党也还他 不是国民党借 是洪秀柱主席用个人名义借的 洪秀柱不用国民党 因为他觉得国民党不一定还得出来啊 已经财产被冻结啊 所以洪秀柱很大度的 用我个人的 开自己个人的本票 然后做抵押 后来打官司打了有一笔钱 法院那位说你应该给国民党 你党产略怎么可以让他花不出薪水 所以有一笔钱就出来了 他马上还掉 只有这个构成啊 国民党也没有被郭台银监助过啊 各位我讲这个啊 我要告诉各位 一个很惨烈的真相啊 柯文哲每天讲自己都穷 我从来没有拿过郭台银监的 好好笑哦 郭台银 没有给郭文 柯文哲也没有给郭国民党 那柯文哲在干嘛 他在制造一个假象啊 表示他们党很穷啊 柯文哲你很穷 你怎么 你们的党中央怎么租得起 兄弟换店旁边的台坡大楼 你告诉我 你怎么租得起 兄弟换店就是捷印站旁边啊 对不对 那是非常黄金的地段耶 你为什么会租那里 租得起 你告诉我 国民党的党部在哪里 国民党党部在巴德路啊 那边乡形下 比较偏僻了吧 民进党的党部 北平东路 那当然又不如兄弟换店 为什么你们党的 党子位置最好 请告诉我 那为什么吴新宁可以干你们的 不文心意味 吴新宁是星光的公主 因为他是星光金控的公主 他在社会上有什么知名度 他只 媒体报道他只有两件事啊 一件事情是他跟他的前夫 打官司啊 对不对 他的前夫就华然金控 林明成的儿子啊 那打官司打的新闻很大啊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他每天在星光金开会 跟李继珠 两个在斗口角 李继珠是金融界的大美女嘛 在星光是副董事长 是吴新宁他爸爸找来的 那吴新宁不无序啊 每次就认为李继珠根本没什么功能啊 怎么样啊 所以都是公主大战美女嘛 只有这两个新闻 对社会有哪一件事正面的 那柯文哲为什么要找他当不文区 因为他家有钱啊 所以柯文哲不用再违装了 他其实每天看到有钱人 就想下跪啊 就这样而已啊 每天讲 我没有钱 我没拿过他一毛钱 谁拿过他一毛钱啊 我觉得柯文哲就是会表演 而且他都用想象 觉得别人很邪恶很坏 其实他才坏啊 他把台北市政府 把悠有卡公司 各位朋友 悠有卡公司本来赚钱 现在已经被他吃得快倒了 他把一堆人都把他弄进去 那弄进去已经弄到非常不堪了 这两天蒋婉兰被执行 已经都讲不出话来了 蒋婉兰认为说 奇怪了 因为议员执行 谁执行 民进党的议员 许淑华执行啊 那他说悠有卡 这几年都用柯文哲的亲信 他们又不懂 然后我们本来一个金基姆 结果现在 我们的获利减半啊 获利减半 以前悠有卡 优卡我们用来打捷印嘛 可以当做金融 金融卡来使用 你存钱在里面 结果现在利益减半 支出日增 累增啊 支出累增多少呢 这是许淑华执行的哦 不是国民党 什么打假球 不是哦 然后他讲 他说我们原来的 营业额啊 成本是14亿7千万 结果董事长陈庭卢 总经理邱毅凯 他们上任以后 营业成本啊 就增加了 然后净利就减少了1亿多啊 营业成本增加了1亿6千多万 这是喜淑华的数字啊 因为他从优优卡那边 转转得到的 为什么讲辗转得到 因为他要看更细的账册 优优卡不给他看 优优卡公司 季节台北市议会的监督啊 啊邱毅凯是什么人 各位可以上网哦 邱是有耳朵旁的邱 邱毅的邱 毅呢是一个太阳的日 下面一个利隆航空的利 颜世凯的凯 他帮柯文哲2014年险上 他就进入市长室啊 那他觉得他们打这险站很漂亮 很多年轻人很漂亮 他就发出了 他里面有个 他有个好朋友刚好要去当兵啊 这个好朋友也帮柯文哲当闲 他说 各单位听着啊 我是市长室的小凯 小董讲话完全负责哦 各位朋友 你可以去Google瑶乌搜寻 我是没有在搜寻啊 我凭我的印象 他说我是市长室的小凯 现在有一个朋友 他叫什么名字 各单位准备把他抓进 因为他 最主要是要告诉兵医处 你们去各兵营的时候 看到这个名字 要把他抓回来 让他到我们市政府来服务 当爽兵啊 好不好笑啊 柯文哲每天在讲年轻人 怎么样怎么样 我告诉你 这就叫做特权 市长是小凯就在搞特权 凭什么你要当爽兵啊 因为他是他帮柯文哲选举啊 各位朋友 天底下有脸皮这样的人吗 柯文哲似乎是一个荒唐到 想尽所有的 人民的财产 还要想尽所有的特权 然后每天装作自己很神圣啊 柯文哲 我告诉你 这叫做下戏下警 我讲的东西我负责啊 你打市长是小凯 兵医处 新闻就出来了 我相信 我刚刚是没有在搜寻啊 可以这样吗 别人家的小孩就好好去当兵 当一年 那时候是一年 然后你们家的小孩 又去帮柯文哲选举 所以让他到市政府 赶快兵医处想办法把他弄进来 弄到我们台北市政府 各位 好好笑哦 可以这样啊 别人家的小孩去当兵 你家的小孩当少爷啊 这就柯文哲的伎仰啊 结果事情一爆发 他马上 把邱一凯掉走 本来市长是当秘书 掉走 然后过一阵子呢 掉走以后去干嘛呢 当捷印 悠有卡的总经理 好不好笑 变总经理啊 郑鸿辉 变神老的董事长 这些人在干什么 我告诉你 台湾这些政客 每天在讲漂亮的话 都是哪国家的资产 在做仇佣啊 年轻人你买不起房子 你活该 你能过去投给民进党 现在要投给柯文哲 你们猴改 你要怪谁啊 这是你的选择 啊 柯P可以怎么样 我告诉我刚告诉你的故事 你写进去啊 你咕咕咕咕 看我是讲真来讲假的啊 现在年轻人自己不要脸 然后每天觉得别人对不起他 我告诉你自己的选择啦 我真的讲自己的选择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啊 你要选一个人来 来贪污 然后你那时候 他怎么贪污 你应该怪自己 把自己的手斗掉啊 这你造成的啊 我们告诉你 这些人手脚不干净啊 郑鸿飞 何德贺人 他只看过新竹市议员 新竹市议员不是六都的直辖市 市议员 新竹市议员很小 你知道吗 你们以为说 一员都大 一员有大有小没有错 我告诉你 一员 我们的名利代表 最大的当然是立法委员 对不对 立法委员下来最大就六都 六都当然台北市 大家比较知道他知名都嘛 对不对 就六都 那接下来呢 就各县市的一员 各县市议员下来呢 各乡镇市民的代表 我们的名利代表 大概就这四个层级啊 各位 所以新竹市的一员是很小 很小的啊 新竹市本来就是个小地方啊 对不对 高黄安当选也不到十万票啊 大概十万票左右啊 大家可以看嘛 表示他票数不是很高 不是大地方嘛 一个小地方的小议员 然后民进党给他酬拥 省老董事长 那一个帮柯文哲当选的 还要去当 找自己朋友来台北市政府当爽兵 然后被发现了 结果 去悠悠的公司干总经理啊 那依照许淑华所讲啊 许淑华是民进党的议员啊 他现在要选松山信义 他的对手是徐巧新啊 那许淑华说啊 你看 你派陈廷卢 还有邱一凯来当董事长总经理 营业成本 先增加了 本来营业成本本来十四亿七千万嘛 现在增加了一亿六千万 然后呢 你经历了 赚的钱反而少了一亿多啊 然后一个月 原来可以赚一千两百万 结果呢 现在看了 各位可以上洗书华的脸书啊 他在下面很火大 他说 你们这些人想尽所有的好处 获利减半 增加支出 没事就出国 说去日本 我们又有考虑要跟他们结合 然后去冲绳岛 结果呢 我们 他的效益是多少 一堆人去考察去干嘛 他的效益是多少 他的效益是 这一个月多了一千块 各位台币一千块 你没有看错 一群人去日本考察 所以洗书华很气啊 他说你们这些人太过分了 然后蒋万安当选以后 他们等于说 后来董事会又改选了 又走了 走了以后 陈廷儒 领走了退职金 275万 邱一凯 退职金领了64万 什么好处都在你们柯政府 对不对 各位朋友 你现在看到柯文哲 的人马是怎么样的 跟你想象一样吗 年轻人说 我们薪水怎么样 我们要投科币 是啊 你去投啊 但是你一样嘛 你不要每天在讲 对这个不满 对那个不满 这个是你的选择啊 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 你今天讲洗书华 我引用也不是国民党 说国民党本来就会怎么样 不是 民进党 洗书华过去跟柯文哲是麻吉啊 对不对 柯文哲过去也帮他拉票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所讲的东西 你上洗书华的脸书 他其实是 让人家觉得说 我们整个台湾社会 为什么这些政党的候选人 让人家看不起到这种地步 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赖清德想事身事外吗 他干过行政院长 他台南那些案子 到现在都没有交代 完全没有 邱莉莉会显 大家看吧 邱莉莉会显啊 有没有被收押 没有啊 要是别人找就收押了 国民党澎湖县议长 会显收押 收押 六年罢 为什么邱莉莉没有 本来五十万交保 后来被骂改成三 三百万 第二次才 隔了好几个月才改成三百万 因为天天被 检察官天天被骂你放水 杨宽恒一千万交保 杨宽恒的太太五百万交保 邱莉莉五十万交保 各位这什么施法 我有时候在看这东西 我真的是非常愤怒 非常不满 但是我们对愤怒跟不满 很多就是社会造成了 对不对 你在讲柯文哲 那你真是火大 他主张吃核食啊 他们民众党 去年才开记者会说 不要吃核食 核食怎么样怎么样 柯文哲去日本就讲鬼话了 没有理由 我们台湾能不能吃 奇怪了 大家看 你要是看现在整个亚洲 大家都气坏了 整个亚洲啊 除了台湾 台湾是日本养了一只狗啊 蔡政府就日本养了一只狗 日本要放核汇水 已经开始四应转了 要管 辐射 管核电 民进党是缓核人啊 缓核电对不对 民进党缓核电不缓核食啊 民进党是一个下流的畜生党啊 我们为什么 他的主张是什么 因为核电会造成空气 有辐射 空气有辐射 海洋 水质 土壤被污染 所以我们吃的可能就是 食物 食物里面就有辐射嘛 那你现在缓核电不缓核食 各位 有这道理吗 那日本现在换核汇水 中国大陆抗议 韩国人抗议 韩国现在跟日本非常麻烦 你看韩国移民 韩国移民现在怎么样 他们很会做泡菜 要用粗的海盐 像海盐涨价好几倍 因为为什么大家赶快抢购 因为接下来的海水 上面是核汇水 那就不能用了 各位 他们想的是这样啊 只有民进党这只狗啊 从头到尾不讲话 来 一样请大家记得按赞 是 各位朋友 在YT帮我按赞 各位朋友 因为我们要有一些流量 然后才会有其他的一些收益 很感谢很多朋友帮我们 因为现在做电台 其实很困难的 那像我们这种被打压的 跟不用讲 动不动就把你停了 或者民进党 动不动就去告我 那也是他们的那个 好我们今天 是 从 林明贤 林明贤 这里 是林明贤 谢谢明贤 非常感谢明贤 是 支持董哥 非常感谢 然后菲律宾的柯小姐 谢柯小姐 给我大大一笔 她 非常的支持我 然后 那个陈邦 寡人 他是从新加坡来的 每天来的好朋友 是 他讲的 没有错 他说我们就讲实话的人嘛 对不对 那当然啦 因为你讲实话的时候 得罪人没关系 但是 董哥你要多喝水吃饭 谢谢 谢谢 然后是 司机车 司机车 是 谢谢司机车 今天又有新民调 让人替佛友宜担心 是 因为我等一下会讲 那等一下 爱丽克斯 谢爱丽克斯 非常感谢 感谢 然后安安 安安 来了网展信 谢网展信 支持董哥 真心话 是 然后是 陆佩黎 谢佩黎 佩英 他给我 大大的支持 非常感谢 马勒哥基 那他也是 叶兰的朋友 每天都来躲累我 非常感谢 然后谢谢 李显华 是 谢他支持我 他就从有一些民调 一些民进党支持者 一些国民党支持者 说侯友宜投不下去 现在怎么样 要投柯文哲 怎么样 那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些其实都有一些操作 我等一下会分析给各位听 那杨峰 谢杨峰 非常感谢 董哥好 谢谢 然后谢吴兆怡 新竹的好友 谢谢兆怡 小董 董哥还有 洪家虎 感谢 家虎你来了 谢谢 大家在按这个 按这个红心 给董哥看 是 谢谢 非常感谢 欢迎 小董真心话 各位朋友 现在险级 他其实很热闹 那 刚有朋友提到 今天有一份 民调出来的 柯文哲已经破三成了 还有一个还二十几 那最好的还是 赖清德 请你可以观察 我告诉各位朋友 这都是一些操作 从蔡英文当选总统以来 台湾多了三分之二 以上的媒体 在媒体 就是要带风向 让你来报道他嘛 那这媒体呢 这媒体当然 很不堪 我老实讲 非常不堪 你只要看 气炎的 九合一选举 结果 然后你再去看 这些媒体 没有一家是准的 前台湾最准的人 是谁 是我 不然你去看 因为大家讲过东西 都有一些资料在 那为什么他们热子不皮 因为他们有 他们有收入的 有钱的 我没有啊 各位朋友 我除了我们一些朋友 抖累我 跟电台给我的 一个主持会 我没有任何收入 也没有任何人会给我 没有一个政党 给我过钱 也没有一个人给我 就因为政治什么 我给你钱 没有 完全没有 我这辈子领够 国家的钱 唯一一次就是胡兵役 每个一千多块 就只有这样而已 但是我告诉各位 别人是不一样的 那很多人他有什么目的 当然他一个操作嘛 活友宜当然现在很多朋友很担心啊 哎呀会不会去挺科 国民党有一些险将是这样的 国民党有些 有些后选人 提名的后选人 他们在想这个啊 那这个当然 你会说啊 那活友宜怎么办 因为他现在陷入了一个 新北说吃药 吃安民药 小总今天第三天讲 我都吃安民药是假的 我跟保证 当我保证的时候 我都欢迎大家来挑战我 小总这些年讲的东西 每一样都是对的 对不对 太阳花 现在有谁还相信太阳花 我太阳花那在胡说八道 是不是 缓送中 有谁讲的是对的 我 311 什么核电厂会死多少人 我都胡说八道 我每一样讲的都是对的 各位朋友 只是我们要验证他的对错 要一段时间啊 因为你在吵的时候 大家就讲 哎呀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胡说八道 那最后呢 最后可能隔了三个隔了半年 隔了一年以后 只有我讲对 但是没有一个媒体 会跟我鼓掌 会说哎呀 那个董之声名嘴他讲对 没有 因为他们跟我鼓掌 就表示他们很烂 他们那时候 既然没有引用我的讲法 他们那时候既然 既然是错的 为什么那些人不肯定我 又肯定我就代表 他们过去是错的 懂不懂 现在很多人在讲 哎呀 我有一名调地 要换蓝营的名嘴 我告诉你 这些名嘴 过去都认为 韩国瑜百分之百会当险 有人预测韩国瑜可以拿九百万票 记不记得 各位回去看啊 四年前回去看啊 啊现在 哎呀 侯友宜怎么样怎么样 哎呀 侯友宜那个声势怎么样 是 啊因为 因为蓝营很多名嘴 他每天跟他唱衰啊 啊有些蓝营的名嘴 因为姓骚已经 已经不干了 已经下台了 各位我讲就这样的地步啊 所以对侯友宜来讲 很多东西很不利啊 但是我告诉各位朋友 你在显站 除了当事人跟他的团队 很重要之外 侯友宜自己当然有很多 必须要检讨的 我讲这个是很客观的 那我在看很多事情 比别人 站在远一点干 因为我不是当事人 我这个记者 所以我要用一些人眼旁观 就像我讲 吴毅高松生的案子 就这样 对不对 哇哒哒 哇那个一定就是 怎么淹死人就怎么样 那这个是 这个尸体不会被送去检验 解剖吗 一定会的啊 你给他吃药 他验不出来吗 一定验得出来 有没有捡到药 没有啊 然后你说啊 就检察官吃案 检察官为什么要吃案 你要看有些情况 检察官为了政治理由 是亲民进党没有抽 可是如果没有政治的理由 他要吃什么案 各位讲讲看嘛 一个人 从楼上掉下来 狠死 要不要解剖 要啊 要不要看他有没有吃药 喝醉了 或什么 都要验啊 没有啊 没有就是没有啊 大家讲了展睛节 大家记得那个 我有个学弟啊 从澳洲来练书 练弹江大学 记不记得 长得 一个澳洲人 老鼠要 你看那些人开始讲 那个法医讲啊 哎呀这个可能吸毒啦 不是那个啊 大家讲了活灵活陷 因为我是没有在讨论啊 因为比较这种 社会案件我讨论比较少 除非事情很大 有很多人问我 说董哥你不讨论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感情纠纷啊 我第一天就讲 我说这感情纠纷不用讲 你怎么知道 我说你看以后发展 是不是 是不是感情纠纷 人家讲 你好神哦 我说我们做一些记者会有些判断啊 当然我们不敢讲百分之百对 为什么用这个蓝的白种人长得太帅了 一定这感情纠纷 有人给他吃老鼠药 老鼠药 你要叫我去找我还找不到 很特意去找才找得到嘛 对不对 最后的发展是不是感情纠纷 是啊 这个女的不希望他回澳洲啊 这个女的大他那么多岁 四十几岁他才二十几岁啊 男生二十几岁 女生四十几岁 他不希望他回去啊 那你要不能回去要怎么办 让你吃点老鼠药 你就生病嘛 让我来照顾你啊 各位 他的过程就是这样啊 是不是感情纠纷 是啊 就跟这个有关 很多人不了解 因为你都会设定 柯文哲是政坛最会设定 他设定国民党都在贪污 要不然就是贪官污吏 所以他弄一个五大弊案 结果草草了之啊 他认为郭台平跟郭平党 大财团跟郭平党都挂钩啊 所以才会有个三创案 他就骂郭台平啊 财大气粗 你有什么了不起 你财团就嚣张啊 我引用的都是 郭台平 柯文哲骂郭台平的话哦 然后说 我又没有拿过你一毛钱 八年前他就这样讲了 柯文哲每天在治澳 没有拿人民一毛钱啊 好好笑哦 你的人 你柯文哲的人 都在市政府 在挖老百姓的钱 你养一堆回猫在那边 浪费公帑 让他的公司越亏越厉害 还有那个脸去讲这个 对不对 你养一些你们民众党的一些干部 然后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里面脱情啊 现在天天骂你了张艺善是不是 是不是 是啊 被人家拍到了 张艺善跟蔡宜荒 我觉得蔡宜荒好可怜 从高雄 他爸爸是高雄民进党的里长 跑来台北投靠柯文哲 上一届选立委 打扮得漂漂亮亮 打扮成一个女仆的样子 那时候都流行女仆啊 因为我跟他上过几次电视 我说你很有创意 你都会抓媒体的镜头 知道我们媒体的特性 他很得意啊 结果露显 露显后结果 结果跟有夫自夫 柯文哲的爱将张艺善 然后就搞在一块了 被人家拍到 是不是 各位我讲 民众党这种案子非常多啊 但是柯文哲每天故意装作人超然 然后大家觉得说 他什么都敢讲 白幕啊 他就比他单纯啊 柯文哲才不单纯 他怎么会单纯 他知道这东西可以吸引 很多年轻人喜欢他 胡说八道 幸福开合 大家就很喜欢 那做到了吗 哪一样做到 各位我讲这个 有时候 真的是 那我讲媒体 很多人不知道 最早做这媒体是 美丽老电子报 他做出来的 侯友宜支持度只有18% 柯文哲25.9% 那赖清德35.8% 你看 侯友宜从那一天开始 到现在6月14 我讲的是5月24 16天之内没有人在做民调 可能吗 因为我要让我这个民调去喂养 让大家去讲 侯友宜已经变第三了 那现在有没有效果 有 发酵了 连吃便当都是老三啊 对不对 老三便当啊 你看 哎呀 你看就是这样 这个是刻意做出来 你懂不懂 同一天也有一份民调 公信力比美丽老电子报还强 这份民调 叫做东森新闻营 他已经成立快30年了 ET Today 同一天 5月29 我亮给各位听 赖清德36.4% 侯友宜27.7% 柯文哲23.1% 为什么同一天做的民调 差那么多 因为那份民调 有目的了 你不能讲他假民调 因为他会用一个方式 把他引导到 每个人就很低啊 就像我住板桥 当这份民调出来 后来我的邻居就跟我讲 我们都接到民调啊 我说什么民调 他就来做三个候选人 你支持谁啊 我说要怎么问 他第一季就说 侯友宜 现在民调已经第三了 那现在这一次的总统选举 请问一下你要支持谁 第一季是这样问 各位 你任何有脑袋的人都知道 这个是故意在诱导嘛 你本来要支持侯友宜 他已经变第三了 不支持他了 改支持柯文哲 或者怎么样 或者我暂时观望 我不要投了 因为没有人愿意支持一个 一个不会当显的第三嘛 你要会当显一定是第二变第一嘛 对不对 各位这就是引导式的民调 为什么 因为我要把这个气氛做出来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做出来的氛围啊 那侯友宜呢 现在陷入了泥道 吃药 吃药是假的 我老实讲 我已经讲了 昨天啊 我们一队蓝营的名嘴 大家去打听啊 说侯友宜不会进去 我打听到的是会的 我打听这个人 还有我了解了侯友宜的歌星 因为我认识他三十几年了 那我打听这个人是一个议员 这议员刚好跟我面对面碰到 他说董哥 你觉得活那个 我说 我判断他下我会进去 他说他下我会进去 因为这个议员跟他有点熟 他也准备在议会帮他了 那我跟他面对面讲 我说这个进去一定要把很多事情把它讲清楚 你要拿出战斗精神 我说像我们 比如说在打架 或者在跟人家那个 你已经第三的话 你就不要有闲恋了 你今天打架 对方有一堆人 一堆人 那你怎么 你一定被打死啊 你功夫再好 可能都被打死 对不对 那没关系 你只要想到一招 你可能就会赢 各位为什么 我们常打会赢 因为我们只要想到一招 你现在看对方的头头是谁 你冒着被其他人 怎么打都没关系 你就一定 我就针对你头头 你这个带头的大哥 我打死你 我被人家打了十钱二十钱 我一定要打死你 一定要打你两钱三钱 你懂不懂 我就舍身罗子打这个人 我挨的所有人的做都没关系 他就会怕了 各位 有时候打仗是一个搏命 打仗是一个搏命 很多人不晓得 你要有一些技巧 有一些方式 那你今天当警察这么久 你要抓歹徒 你要怎么样 对不对 你一定要有个想 为什么 好 有没有装到 冠篮高手 工程打三井 就是这样 抓的三井一直打 对啊 我只打你一个 其他人你们怎么 打我踹我 我不管 好 谢谢 这边 好 是 哥斯姨姨 G.L.E.S 这个好难念 因为他大学一下很难拼 对 他拼不太像 哥斯姨 是 是 然后 他是 他潜水很久的 可以 是 支持董哥 董哥喝水 非常感谢 可乐 是 非常感谢 然后 Fui 谢谢Fui 现在 柯文哲 支持 说 柯当前 会 是 我们 当然 现在 随他讲 大家要多听我节目 帮他转出去 他说 韩国医 有没有可能气 不会 等过一阵子 大家就会比较清晰 好 那 金 杨 他是说 董哥 是 没有错 我口目很会没有错 但是 我们希望说 整个蓝营的人 都讲起来 刚才就谈 年轻人不要 然后 又说 侯友宜的GV 一定会靠 九二公司 那 当然 因为他们有一批人 在网路上 去 带一个风向 这个风向是非常 重要的一个险阵的方式 但是 当你险乱以后 会发现 都是错的 常常这样 柯文哲 其实是非常会用 网金的人 柯文哲在 选取里面 是不择所断 他可以去栽账 连胜文 在他竞权总部 装窃听器 结果 这个窃听器的老板 是柯文哲阵营 自己找去的 他面无愧色 这个人的脸皮 已经天下无敌了 就是 已经都知道 那个 那个是你们自己 来派人来的 好 那 阿群 A大雄 阿群 非常感谢 阿群阿群 谢谢 来咯 一六游戏 日本来了 好友给我 百分之百 然后太阳 谢谢 太阳来 就可以扫除掉 很多阴霾 谢谢 非常感谢 欢迎小董 小董 小董 这对 因为世界上 很多东西 它的变化是很大的 变化超过你想象 那我们用一些判断 所以 新北 新北说胃药案 胃毒案 我说那些都是 都是假的啦 各位听我在讲 你就知道 因为你用常情来讲 没有一家幼儿园 说 我这小朋友来 因为他很吵 我就为他吃安民药 天底下会有这种人吗 你知道 药的量吗 连医生都不敢讲 大人跟小孩不一样 你敢把安民药给小孩吃 万一他 他睡够头了 我不要他一睡不行 他睡够头 很容易睡够头嘛 对不对 你今天晚上睡不着 吃个安民药 晚上十二点吃 一觉睡到早上六点 你的药效可能六个钟头 你知道小孩 要吃多少量吗 你说给他一半好了 一半好 他两点 睡到下午六点七点 他家人四点半 要来抱他回家 这小孩怎么睡不醒 怎么睡不醒 怎么回事 可能吗 有这样的老师 有这样的员长吗 没有 我告诉你 那些通通是假的啦 老师两万块交保 查不出东西 员长五万块交保 如果员长 说你们可以这样用 或怎么样 这个员长早就收押了啦 你想想看 检察官为什么不敢拿个 因为 检察官要给他的那个交代啊 检察官有上级啊 所以他这个案子 他一定要这样玩啊 玩死你国民党啊 各位我讲就是这样 是不是 你有查到什么东西吗 没有 百分之百没有查到任何东西 对 盐方不利 百分之百没有 你有什么不利的 我我我可能 园长或者这些老师 自己带药来给小朋友 来迷分他吗 可能吗 天底下有这种荒唐的事吗 这个药是留在体内的 跑不掉 所以根本不可能啊 对不对 那不可能 不可能只有一个可能 我告诉你啦 小孩子吃的药就是家里的药 他可能在家里吃了 或者 家长来请学校帮忙喂他 说小孩怎么样了 只有这个可能啊 大家不要猜说 有可能在那不是 那小孩可不 他难道吃药只在学校吃吗 他在家里也吃啊 我讲懂不懂 那你有没有可能吃到家里 家人的阿公的药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啊 但是因为他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就都是学校 就是学校啊 就你们幼儿园啊 各位你现在懂了吧 他每天在幼儿园几个小时 六七个小时 他在家里几个小时 十六个小时 十五个小时 但是因为他有上学 所以学校要负责 侯友宜要负责 合理嘛 我讲的是一个实际的情况 但是因为侯友宜要选总统嘛 所以都都是他 然后家长 家长当然也有 挺蓝的 也有挺立 也有挺白的 只要不支持侯友宜的 家长就特别大声 就这样啊 各位朋友 你看啊 同样去政治大学 活友宜就会被学生呛啊 那 赖清德气候怎么不会被呛 赖清德是民党主席啊 为什么没有学生出来呛他 你们民进党都在 论文抄袭 好可耻 还好意思到我们学校来 有没有学生呛他 没有 有没有学生呛他 你们IMB 一堆高官跟那个合照勾结 有没有呛他 没有 因为我们学生就是这种属性嘛 不要每天讲 哇学生最单纯最怎么样 我不信那一套啦 老实讲 你自己实际上情况看 也不是那一套啦 我们现在还在玩太阳花那种梗 太阳花是什么 太阳花有学生吗 我看到都是畜生啊 有学生吗 在哪里 你今天看了还不清楚吗 但是我们有时候讲这东西很悲观 好又觉得 我们还是要团结起来 我们要尽量去做 这场仗 当然我们打到底 我们很有信心啊 但是 你看到的情况是一个怎么样 看到情况台湾要 要有一些改变 台湾的改变 台湾的未来 一定跟两岸有关 各位不要认为说 啊两岸就是勾结 那赖清德讲和平 为什么你不骂他 只骂国民党公平吗 台湾人自己处处天天不公平 然后说国际社会对我们不公平 国际社会本来就对你不公平啊 美国人一定对英国人比 比较好啊 一定对日本人比较好 难道会对台湾人比较好 他本来就不会公平啊 可是你在台湾本来就不公平啊 而且你还斩经结结结 这理所当然 对国民党什么都是很苛责 对民进党 杀人放火都没关系 杏烧没关系 对不对 郑鸿辉是个什么东西啊 当过新竹市议员而已 可以掌控一家沈老公司当董事长 如果他没有硬把他的那个 掏出来的话 让大家这么愤怒的话 他会被拔关吗 他是蔡英文 拜托他 你不要出来跟沈蕙宏啦 沈蕙宏是我要提名的啦 你退啦 我会给你好处嘛 给他什么好处 沈老 国际公司董事长 当过一个议员而已 我讲难听点 我要当议员啦 我民国78年我就当议员了 民进党找我 我一定当选 我要再当议员的话 民国83年新党找我 我也百分之百当选 我也不想当啊 台北市议员我早就当选了 我以我那时候的身量跟能量 跟他们那个政党潜力支持 也当选了 我不想当啊 但是 我不想当 并不能说别人想不想当 我们来做解释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们那时候当 好歹是直辖市的议员 他们这种地方议员 小议员 小的不能再小 可以 民进党的资产太多 可以奉送他 神老 可以啊 大家分啊 赖品尼的爸爸 赖靖林 他娶了我们一个同事啊 我们抱说一个同事 嫁给他 他爸爸叫赖靖林啊 他涉及一个案子 三十万交保 各位三十万是钱吗 三十万交保 大家看杨宽人一千万交保 各位杨宽人犯了什么大罪 陈水扁的罪才大 当总统 犯了罪 全世界都在报道 陈水扁的贪污案多少钱交保 两百万啊 你知道台湾的环境就这样 我讲的东西 大家都可以去Google窑去搜寻 所以这是不公平的 侯友宜今天面对了 昨天他到现场 他讲的其实一个重点就是 民进党在制造恐慌 侯友宜你看错了 民进党不是为了要制造恐慌 民进党是为了嫌疾 恐慌让每个家长对你都不信任 所以新北市就是这样 那最后呢 不用最后 我现在就告诉你答案 没有人在没有人在故意给了给给小孩子吃安民药 百分之百没有 但是我讲展经解体当然也很多人不信 你都挺他或怎么样 那我讲没有就没有啊 怎么能够验证 当然要过一阵子验证 检察官如果手脚快 当然很快就可以验证 那我要再故意手搅拌 零辞你零辞久一点 最好选完以后我才告诉大家答案嘛 对不对 最好是这样嘛 最好是选完以后 才知道吴敦毅的假录音带 原来是经过变造嘛 可是吴敦毅已经漏险两年了 各位朋友 有时候去追究台大教授 台大教授出来 展经解体 这个就是真的 我在台大教语言学 这个东西就是真的 结果呢 台大有学生说这种教授不配吗 没有 因为学生本来就是挺立的嘛 各位我讲台湾的不公平 台湾每天在讲 国际社会对台湾不公平 世界卫生组织不能怎么样 那是你自找的 台湾就是自找的啊 忙有时代可以去 那你为什么选一个不能去的 蔡英文跟民进党呢 那你是自找的 你今天有什么话好讲啊 马航九时代我们去钓一台可以补鱼啊 为什么蔡英文一当选就不能去 因为你跟日本人下跪 日本人看不起你啊 日本人说你光下跪还不够 你还要磕头啊 你磕头还不够 你还要吃地上的沙子啊 你吃了以后还不够 他每天一直要求你 你还是不能补鱼啊 马航九时代为什么可以 各位这么简单的道理 这是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呢 台湾人民自己选择一个没有尊严 自我欺辱 然后每天自己骗自己 对不对 那今天 当然 侯友瑜 他有一些困难 他现在最大的困难 第一个 我跟各位讲 觉得蓝营有 一个比例的人不支持他 两三成 将近三成啊 这些人还在孝寻郭台银 每次选择哦 总有一些蓝营的人 在当民进党的狗 还沾沾自喜啊 走狗 他们其实蓝营的叛徒 他自己洋洋得意 哎呀 我以为不值得支持 怎么样 好啦 没关系 以后 通膨时代 好 我们看一下最后几个 刚才到 好 谢谢 太阳 好 太阳 哦 还蛮多的 这边 是 好 谢谢 我们新加坡的好友 他常常来 董哥记得要喝水 支持董哥讲真心话 加油加油 谢谢 GinoGino 非常感谢GinoGino 谢谢 谢谢他给我大大的佐捏 然后 是Steven O 是Steven O 是Steven O 他支持董哥 支持真心话 非常感谢给我 大大一笔 谢谢 非常谢谢Steven 然后 那个 嘉然 林嘉然 支持董哥 非常感谢 然后 阿花你来了 是 洪阿花 很感谢阿花 是 我写 是 董哥喝水 是 他从新加坡过来 他这两天都一直在抖念我 非常感谢他 来了 王祖恩 谢谢祖恩 是 谢谢 支持董哥 然后董志胜 感谢志胜 乱金 至终要起上将的手机 没有错 然后 杰秘利 杰秘利 非常感谢 头水 还很久 他再看看吧 谢谢 然后是 是汽车 非常感谢 你又来了 非常感谢 正义 总是会来的 没有错 各位朋友 常常听小董节目 也帮我转过去 转给你的好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 董哥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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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ک